今天是2022年10月17日 在昨天,即是10月16日星期日 在英國曼徹斯特,當地時間2點左右 舉行了一個叫做10月16日曼徹斯特,包圍中共領事館行動 當然,這個集會本身將中共二十大,習近平將會繼任國家主席 確立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經濟體系的事件 抹黑成習近平族任皇帝,延續中共極權打壓人民 他們自稱勇於發聲的香港人,會挺身展示反對聲音 透過傳媒廣播,力證這個非法的流民政權 於是他們就在當地時間,下午2點至3點 包圍了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門來抗議 但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就是示威人士跟一群在領事館走出來的人發生衝突 這件這麼簡單的衝突事件 意外地揭發了英國人,甚至英國政府 其實就跟這群人割了一隻 那你們就可能會問版主,會不會危言聰明了一點? 版主說的話有沒有理據? 版主就不是口罕罕說的 版主搜集了資料,包括英國警方當時的處理方式 英國警方對外如何公佈,甚至英國政府的反應 去證實這件事 所以今天就搜集了資料給大家解釋一下 在看這條片之前,希望大家會CLS comment,like,share和subscribe 支持我們的頻道 如果不是的話,版主將來出的片 大家就會看不到 首先說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中共二十大開幕之際 一群居英的港人 就在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門外抗議 召集組織就是這個叫做 曼徹斯特真香港人協會 其實你見到規模很小 只有二千多人讚好 三千個追蹤者 難聽這句話 僅僅都是多版主的Facebook專頁多一點 從他們宣傳的相片大家就會看到 他們就已經用了外國勢力慣性的抹黑方式 就將全球的所有災難 基本上都放在中國政府的身上 就說到中國政府就十惡不捨 然後呢 還將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主席想著鞏固政府 鞏固經濟、鞏固社會發展 就說是習近平續任皇帝 延續中共極權打壓人民 抹黑的程度就相信比蘋果日報更過之如無不及 於是他們就用了這樣的方式 就說10月16日下午2點至3點 做香港做不到的事 其實所謂的做香港做不到的事 原來就只是去到曼徹斯特 中國總領事館的門口抗議 甚至連少去激進的行動都不敢做 過往在香港他們都敢扔汽油彈 夠膽打人、夠膽撕了、夠膽破壞很多建築物 但是呢 去到英國、去到總領事館前面 就什麼都不敢做 堅持說自己只是來和平示威的 你要記住 和平示威四個字 就不是板主口罕罕的 他們自己接受BBC的訪問 都是這樣說的 大家見到 他是這樣說 字幕是這樣配 不是我屈他們的 那這幫黃人就好天真好傻 就想著 我自稱自己是和平示威 你們就只會站著看著 就什麼都不會做的 又說好氣憤 過往被標籤做暴徒 但麻煩你們這幫黃人想清楚一點 在2019的時候 你們私了一些 和你們政見不同的市民的時候 那些市民又對你們做過什麼? 其實只是說了幾句話 你們私了人的時候 就幫人家加上無限的標籤 扣帽子 上綱上線 到你們被人暴力對待的時候 就強調自己是和平示威 為什麼要這樣對他們? 喂 你們搬龍無妹搬得太過份了 那我們繼續說回集會的情況 集會最初的時候 是真的和平這樣進行 直到有些人 不識好歹 擺放一些寫著 天滅中共 賀你老母 和醜化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漫畫肖像 例如 刻意把習近平主席畫得很醜樣等等 最後 就引來領事館裡面的人員不滿 於是 他們就在領事館裡面走出來 就企圖把那些畫像和 banner 收走 但是 這個動作 就引起在場的集會人士不滿 想持試圖阻止 最後雙方就爆發衝突 那些示威人士還在死撐 這些醜化的字句 醜化的畫像 是他們擺放的自由 裡面的人 是不可以干預他們的自由的 是因為我們本身是可以 有一個自由在這裡 說我們任何的東西 大家聽到 都是那句 版主就沒有生安法做菜 他們的生豬肉 是他們自己說的 那就是他們認為 在英國 或者在全球各地 做集會 做遊行 這些活動 是可以事無忌大地 抹黑 醜化 和眾傷所有的人和事 如果不是他們 為什麼會拿一些 經過醜化 經過抹黑的事 在一個遊行集會裡 拿出來說 還要當事實來說呢 到最後的時候 就有一名黃人 就被抓進總領事館 嘔打 然後就由英國的警方 把他扯出來 正當大家以為 英國救了這個黃人 一定會幫黃人做事 抓了中國人 那些黃人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第一 當這個衝突完結之後 英國的警察 竟然第一時間 就是保護這個總領事館 而不是保護這班暴徒 那由BBC記者的這張相片 就可以看到 是一字式排開 擋住在總領事館的門外 就不讓暴徒再走近總領事館 第二 就是當大家以為 英國的政府會不會譴責事件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沒有的 那麼呢 英國大曼徹斯特警察 就表示 對於這次的事件 他們只會加強巡邏 而英國外交部傳來的消息 就說他們正在釐清事件 現階段 就不方便評論任何事 所以聽到這裡的時候 如果有手足說 那些英國佬已經跟他們割了隻 其實都一點都不出奇 過往英國佬哄你移居過來的時候 就什麼都說可以 又說什麼會保護你們 又說會幫你們找到自由 但誰知道 他們很想英國政府英國警察幫他們的時候 就發覺 英國那邊其實就只是幫他們做些門面功夫 一些實際的事都沒有做過 而對於今次的衝突事件 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方面 就回覆BBC 就說 對於一小撮港獨的份子未經批准 在領事館門外聚集 並懸掛侮辱中國國家元首的畫像 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反對 並要求英方 確保我領事機構的人員安全和尊嚴 講到這裡 其實就不知道那些黃人 到底現在到底醒了沒有? 過往他們就說香港對他們很差 對他們好不好 跟著又說沒什麼自由 又經常壓迫他們 所以就令到他們走到英國 但當他們走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是孤立無門 當初來到就以為英國政府會幫他們 誰知很多香港的黃人來到英國之後 其實都是無依無靠 就要靠自己的 就好像今次的事件為例 他們就大安指議 就以為英國的警察會協助他們 拉大使館的人就對了 或者幫他們打回大使館的人 但英國警察就只是站在這裏維持秩序 和最多說一句就加強巡邏 而英國政府甚至對這樣的事 都沒有作出任何的譴責行為 所以有小部分已經覺醒了的人 就說英國政府其實對他們的黃人 就是condom 用完就即棄 你帶了錢資產過去那邊之後 其實他們最終目的就是想慢慢掌握你們 用你們的錢去恢復他們英國的經濟 之後就會當你們是condom 扔在一邊 其實今次的事件 就可以見到 一些沒有利用價值的人 英國政府是連幫都不會幫的 他們只是會站在一邊吃花生 不過這樣 我知道 還有很多移英的黃人 還未醒 他們仍然會奢望英國政府 會給到很多東西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舒舒服服的生活 板主就唯有祝他們好運 不知道大家對今次的事件有什麼看法呢 又或者對那些移英黃人 還大安指揮 以為英國政府會幫他們 又有什麼意見呢 不妨留言說下大家的看法吧 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是說得好的 不妨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好